农历2月15号是月舞幕王的圣诞 新竹市政府特别在副市长拜对下 来到关帝庙上乡 除了为神明祝寿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更呼吁大家要记得岳飞的忠义精神 金钟报国 一起为社会做更多奉献 造福更多人民 今天是月舞幕王915周年的一个 生日前夕的暖寿 那当然他的忠义的故事 一直传承在我们不管是民间 或者我们国人的心目中 那更重要的是忠义的精神 是我们当一个公务人员 需要去做效法的 尤其他们当时所讲的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怕死 对这个国家对民众效忠 那我们相信 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城市 都会因为这样的精神 有更好的进步 谢谢今天我们副司长派民进出 来协调 非常感谢 参人的这样圆满 所以我们观地庙 越来越晕了 我们以前是风化 现在改文化 越晕了 感谢苏政府能这样来配合 新竹灌地庙不仅是在地民众的信仰中心 庙方更不忘造福百姓 多年来不仅传承了珍贵的传统文化 更帮助了许多弱势民众 整个仪式由副市长沈慧宏担任主记者 大家依循鼓礼上香祝寿 祈求月舞慕王庇佑相礼 祈求市民平安幸福 凯破新竹万事连陈若怡红采访报道